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简单 就是共产党本身占领了 靠屠杀中国人占领了中国大陆 这样就使得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伤痕累累 悲哀的年代 你让我解释 就是这么个解释 有些朋友未必认可 我还是说那句话 咱们就细咱们这个道理 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今年就更特别 在香港的一些朋友 李嘉诚旗下的一家公司 去看这个十一放花 花没看着呢 出了大麻烦 所以这个香港的特首梁振英已经宣布 这个10月1号是港商日 国庆节成为了港商日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场面 所以有朋友民间经常说 瞧这个倒霉的人头 瞧这个倒霉的日子 是 这是个倒霉的日子 法广这么说的 国庆节变成了港商日 38人 那警方同时宣布 已经就撞船事件呢 抓捕了赵氏的两个船的船长和船员 共7个人 那指他们涉嫌触犯了 在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的罪名 那这件事情发生的非常的突然 据说那艘船大概前后一分钟左右 整个就沉下去了 而船上呢 这有一百多人 那整个都是香港电灯公司的员工和家属 他们包了这个船去看这个烟火 大概前后就是这么个故事 今天香港媒体呢 是几乎很多的媒体呢 都把彩色版面撤掉 都改成灰色或者黑色的版面 而且大篇幅的技术 在那条船上的一个一个具体人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看到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场景 有些朋友可能又说 石头你又来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一国两制的香港 无论今天梁振英是不是地下党员 但是他必须顾及这个面 所以在有关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会在第一时间 媒体第一时间在报道 报道具体的人 报道具体的故事 媒体的责任就是把整个尽可能的 尽可能多的资讯展现给每一个香港人 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一国两制它中间的最大的区别 特首梁振英2号已经宣布 10月4号为香港的哀悼日 香港电灯公司的母公司 长石集团主席李嘉诚宣布 他决定从李嘉诚基金会拨出3000万港元 帮助那些遇难者的家属渡过难关 他的儿子集团副主席宣布 向此难家属发放20万港元的应急费 那长石集团的总部呢 下半期向此难者之外 这是我们看到整体的情况 大家看到这是10月1号初的事情 到了10月2号的时候呢 一连串很多的作为呢都有了 这个我想对比一下我们国内的情况最清楚 我觉得最简单的最直接的 你对比一下7月21号的北京大雨 对吧 北京大雨到底死多少人 到底有多少受灾 北京大雨当时是处理的情况 再对比一下这个情况 我相信所有的人就知道 很多朋友可能也说 石涛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跟共产党挂着 今天咱说的是国语 说的北京话 今天咱说的是作为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要知道真相的一个基本的权利 我希望透过所有正常和不正常的事情 认识到我们今天生活在大陆的环境 是不正常的社会 这是我个人觉得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关键的地方 也就是说真正指出中共它的邪恶的地方 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共产党所带来的 一切的一切 今天悲哀的一切是共产党所带来的 很多朋友会说你这话胡说 说大了 今天有一个朋友在 在在网上还是 民主社会有很多人贪腐的 没错 这你说的是天经地义非常对的事情 但任何一个正常的民主的社会不会随着它的官位的生长 它的女人增多 它的钱增多 它的房子多 它儿子就出去 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当它当了官的时候 它历史的过程 它生活的过程 有任何不检点 有背叛他妻子的行为 而被媒体揭露出来的时候 他只能辞职退出竞争 正好是反的 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做坏事的可能 每一个具体的人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骗过人 那是太难的事情 这是人本身善恶并存自然带来的属性 但是人组成的一个制度 一个政党 这个制度和这个政党以国家的名义扼杀人性 故意最大限度的放纵人邪恶的一面 唯有共产党 所以大家除非你听不懂我说什么 我相信听得懂都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针对这件事情 就是香港的这个港商日 死人这件事情呢 国内的媒体也报道 香港政府处理的应该说是很及时了 但是在过程当中披露出一些现象 被香港媒体意识了 进而揭发出来 所以大家透显一下 什么叫开明和自由的社会 和媒体的监督作用 法广另外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一场海难 中联办垂帘听证现行 内地传媒作假通天 他上来讲说 国庆夜香港一起特大灾难事故 闹出了多少官场众生象 更将大陆媒体的作假之作风呢 活生生的搬到了香港人的眼前 让人大开眼界 他讲说梁振英上台做特首 很多人怀疑他是这个地下中共党员 也有人猜疑 实际的真正香港政府 应该是在香港西环的中联办 也就是党的驻香港的代理处 那才是真正治港的太上皇 那当晚出事之后 中联办副主任李刚 一副军临天下的表现 恐怕连之前对西环治港 一说半信半疑的人 都不能不为之摇头叹息 而中新社来自香港的一个新闻稿件讲 中国专业救助船舶 在香港撞船事故现场 已经成功的救起了95人 睁眼说瞎话 害人之程度 更令人扎舌 完全是胡说八道 中国专业救援船舶 根本没有参加任何的 具体当时的救援活动 结果他说 是他们是中国专业 是中国专业救助船舶 救了95个人 离那远边远远看 扶着船边看 就救了95个人 这就是中新社的报道 所以什么叫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说什么叫不要脸 什么叫臭不要脸 什么叫太不要脸 其实我说这么去形容 党的体制之下的某些媒体 党本身都是对他抬举 因为你把脸给侮辱了 再不要脸 他还是有脸 那他们关键是连脸都没有 没脸 谁见过鬼啊 对吧 我一直说谁见过鬼的脸 什么样 没见过 你在电影当中 在一些书当中 形容的黑白无常 出来的时候 都是也蒙着呢 你看起来 西方的那个电影里面 大家看一看 《人鬼情味聊》里面演的那个鬼 他也是戴个黑帽子 那没脸嘛 鬼怎么有脸呢 文章里紧接着介绍说 事情发生之后 梁振英当晚走访了香港多家医院 但是在梁振英步入玛丽医院不久 李刚副主任接踵而至 李刚对在旁边的梁振英 熟视无睹 主动告诉在场记者说 中联办已经要求广东省当局 派出打捞船 到香港协助救援 那有香港传媒提到 当时港府多个部门 正在全力搜寻撞船失踪者 而并非要打捞沉船 这样的一句话 表达出两个概念 梁振英在李刚的眼睛里啥也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是自家人 地下党员嘛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广东派救援船去打捞沉船 你记住 打捞沉船而不是救援 大家想想 这个动车事故事 根本不去救人 先去把车拉下来通车 所有中国人的人命 在中国人的自己的眼睛当中 形成的观念当中 是什么都不是 你的人命阻碍了党的光辉的事业 你的人命阻碍了党的动车 向光明伟大的未来驶去 所以通车在线 那中日之间的冲突呢 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 那BBC有篇文章正讲 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呢 在西太平洋游异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宣布 两个航母战斗群呢 目前正在西太平洋 执行警戒任务 这两个航母分别是以日本的 横须射基地为母港的 乔治华盛顿号 和位于华盛顿州的 约翰斯登尼斯号 每一艘航母舰载80个架飞机 其实呢 它是不想出现 中日之间的真正军事上的摩擦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说中国又有两艘是三艘 海监船呢 接近了钓鱼岛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这件事就到这了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新闻是 中日之间的这种冰点呢 开始融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